好 我们开始了 那么我们今天第二天 讲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ikeve的理论 主要是ikeve ikeve理解了 ikeve了解一下 就差不多了 这个理论包含就是ikeve这个协议相关的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路由 其实微信吧 我其实都这么说 就是说安全的理念我认为 微信算路由交换都行 你看现在路由交换他们也学微信 对吧 因为我觉得这个微信那个课交给路由交换讲都行 为啥呢 因为我觉得微信这个玩意儿 其实就是一个路由技术 就是 像你没有微信的话 相当于你只有通过物理的路由器 交换机把这些都连在一起 有了微信之后 就相当于有了一根更长的网线 然后能够把 呃 北京和上海啊 北京和南京啊 连到一起 然后呢可以随便到什么地方都可以能连到公司里不来 说白了是个联网技术 所以说呢 路由对于微信而言 非常非常重要 这么说吧 我经常见到有人把 微信都整通了 然后呢 其实也通不了 好 这事儿比微信起不来更多啊 就是说 就是比如说有两种可能听就是我微信起不来啊 就怎么都起不来 这是一种错 还有一种错我起来了就不通 就是因为路由问题 我就想后后后后者比前者多了多 哈哈哈就是说我整起来也没有用 你整起来也没有用啊 好吧 就这个路由像昨天我不是跟你聊过的路由吗 对吧 你路由不解决 你看你微信没有用啊 你别看微信的命令多 咔咔咔那么多 反而不容易错 我跟你讲啊 微信配置多 对啊 微信配置多 但它比较死 它总是配量大 你见不 反而啊 不容易出错 由于多了 不容易出错 反而那个路由吧 你说昨天我我跟你说的东西敲啥呢 他不一定敲啥 哈哈哈 他也不一定敲几句话 你要领悟 你知道吗 所以说反而那玩儿啊 容易搞不定 啊 所以说真的是这样的 路由真的对整个微信而言是挺重要的 啊 OK 好 所以今天呢 理论 IKV的理论 要了解一下 其实有时候 嗯 这个东西吧 跟你跟你有时候在排错的时候啊 导致感觉是有有有有有有关系的啊 比如说我们讲第一阶段第二阶段那几个包 有时候你debug一下 然后呢 这是一种感觉 你知道为什么就是 就是你你你你你通过debug 然后呢 你大概了解几个包 那有个你大概能够判断 你大概是错在哪了 解解吧 OK 啊 这个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因为因为这么说吧 其实现在啊 你说什么 SV1啊 你 这些技术或者说这些云安全的技术 其实里面都会有 比如说前一天讲VeloCloud的SV1 那么他也可以通过IPsec 跟普通的传统的IPsec设备来连接 还有一个呢 比如说也是这个地方也是IPsec的 还有一个呢 比如说 你的一些这个SV1的一些安全技术 比如说我要 我要把那些流量送到防火墙上去 云端防火墙 云端防火墙上去给我什么什么处理分析的 那么其实呢 也是需要也是通过IPsec微信 把你流量给打上去的 OK 然后呢 比如说有时候 我们要要跟那个AWS的一个云端连 其实也是打的VPN 也有可能打IPsec微信 其实反而这这两年吧 这两年我我真的是 见IPsec微信件的 就是粘连的粘连的不多 但是但是它依然存在 比如说这这段时间 啊 用SV1里面我偶尔要 IPsec跟一些传统设备连 或者连云啊 连那个云端安全的东西 都都有这个IPsec有相关的 那就经常会出点问题 那这个出问题的时候呢 就有时候找感觉 要叫找debug 看看你的你的 其实IPsec一定要有排措能力 因为你指定跟谁跟谁连 理解吧 他还不就跟路无交换 他还不像路无器这些 路无器这些有时候 OSPF基本上大家还是差不多的 基本上连同伙设备的差不多 啊 IP现在玩吧 他参数比较多 嗯 你连其他厂商吧 不一定不一定错玩 啊 所以说有时候 你要你有时候还真要找点感觉 就是大概 就错着玩 你要有一定感觉 能够快速排出来 啊 所以说呢 今天的这个理论呢 还是比较重要的 啊 好 下面呢 我们来介绍一下V1理论 然后呢 做一个配置 这个配置里面 这个V1的配置里面 会有路由的一些细节 我会说一说 好 V2的理论 还有V2的配置 好 下面呢 我们介绍ike 那么昨天我们讲安全观点 对吧 我就说两边那写上了一堆 那堆东西 啊 比如说 什么算法呀 啊 什么加密算法呀 啊 然后什么模式啊 啊 啊 ESP 还有AH啊 还有密钥啊 那种 我说啊 安全关联 这玩意叫安全关联 有两种类型安全关联 还记得吗 两种类型 首先呢 有两种类型流量要加密 一个是协商的IKE流量要加密 所以说有IKESA 还有一个呢 就是有 客户的这个网络到网络之间的这种流量要加密 那不叫 那叫IPSEC流量 叫IPSECSA 有两种SA 这两种SA呢 都由一个协议来协商来产生 这个协议叫互联网密钥交换协议 叫IKE 好 看一下啊 IKE的责任就是负责建立和维护两种类型的SA 昨天我们讲过SA了啊 IKESA 协商那个流量的那个加密的那个SA IPSECSA就是实际的客户的流量的这个 网络到网络之间的客户网络到网络之间流量的那个 IPSECSA 两个SA 好 说的更白一点呢 他干什么了呢 呃 第一个他来帮你做认证 啊 最简单的 比如说我们一般配于公养密钥认证啊 或者说用数字签名认证啊 反正不管怎么地吧 就是认证这事是他干的 他要认证了 然后再才能协商嘛 对吧 然后还有一个呢 就是密钥 密钥就说 首先我得 这个产生密钥 啊 产生密钥就说我们 加密是需要密钥的 完整性交易 HMark是需要密钥的 至少这两个密钥 是吧 至少两个 好吧 应该叫至少两类 至少两类 因为其实 其实IKE加密 IKE加密的密钥和IPSEC加密的密钥还不一样 理解吧 好 反正你至少 这应该有两类啊 加密反而需要密钥的 完整性交易是需要密钥的 还有管理密钥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说过 昨天我们讲过 IKE的这个密钥是一天 IPSEC的密钥有效期是 一个小时 他不是得换吗 还昨天还讲 那么硬时间软时间 那个那个玩意儿 还记得吧 那 那他就帮你管这个事 就说到点 我帮你换密钥 啊 这事也是这个 IKE来忙的 还有就是各种这个参数啊 就是用用ESP 然后呢 用用AES加密 然后呢 用这个下256来这个 完成性交易 啊 这些参数也是由IKE来干的 等起来说吧 大事就是IKE干的 啊 认证也他干的 密钥他也是他 他协商的啊 密钥是他产生的 密钥是他管理的 参数也是他协商的 反正等起来说就是 主要就是IKE 忙活的啊 啊 当然呢 IKE呢 号称也是有 也是一个复合协商的 协商的 主要是IKE 有IKE ESP AEH 是吧 啊 当然了 AEH 你不用管它 你只要记住 封装呢 主要是ESP 然后呢 其他的事儿 啊 就是安全观点这事儿 就是IKE 是吧 IKE呢 又有三个组成 前面两个呢 你也可以不用记啊 前面两个也不重要啊 你记住后面那个就行 这个ISCAMP 你把它记住 就可以了 好吧 简单 简单练一遍啊 简单说一遍啊 第一个 说实在的名字 我也给你练不出来 因为我从来不练那个名字啊 好 提供了IPSEC 对各种技术的支持 比如说 这是新的加密闪列技术 然后呢 他为IPSEC的提供了一个框架 其实也就是这个玩儿 我来给你解释一下 IPSEC 我先看看这个图 就是IPSEC 是一个叫做 安全框架 啥叫 框架 框架就是没正经的啊 就没有一个正 没有一个具体的 不叫没正经的 就是没有具体的 好吧 就说呢 我们需要IPSEC的协议 就说我们可以用 ESP 也可以用AH 我们ESP加AH 也可以 但是具体是啥呢 协商 具体协商 就是我们IPSEC 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IPSEC呢 能支持这个东西 但是呢 你们之间这个问题 具体用什么 你们自己聊 你们用IKE协商 好吧 就是 你们自己协商 反正我都支持 我这个框架嘛 就是我啥啥也没有 我都有几个框嘛 对吧 你们自己协商 你们协商完了之后 你们往里面去填 就可以了 对吧 我一个框架 我不定那个具体的 好吧 好 然后呢 比如说加密算法 那么加密算法也是 那么 你觉得今天你觉得S还行 你觉得明天AES还行 反正这个不重要 反正跟我也没有关系 反正我就提供一个框架 你们自己协商 你们觉得什么好 你们就用什么 对吧 像下的话 像下1不行了 像下2了 是吧 那也不重要 反正你们你们自己觉得怎么好 就自己来 我就一个框 框架 什么技术都无所谓 这个思路好啊 就说IKE协商到现在为止都是 没有任何问题 因为它不存在什么问题 我就一个框框 我一个框架 对吧 一个算法 万一哪天AES挂了 挂了挂了呗 跟我有啥关系吗 你们再整一个新的 对吧 就就好了吗 我一个框架 跟我有没有什么关系 就是这个啊 他提供了这么一个框架 支持一些新的技术 第二个呢 就是他决定了密钥交换的机制 比如说我们一会的第30个包 的DH算法 用我DH来交换密钥 来产生密钥 那就是由这个来决定的 还再回想一下昨天啊 我们的密钥是用非对手密钥算法 来产生的 是吧 非对手密钥算法 来产生密钥的 昨天那个讲的是 用非对手密钥算法来加密密钥 实现密钥交换 而简单的说吧 就是我们的两个之间的这个共享的密钥 是用非对手密钥算法来解决的呗 OK IGSAC主要用DH来解决这个问题 以后我们会讲 好吧 比如说呢 反正密钥交换这个机制是由这个 这个协议搞定的 那他决定了 好吧 但是呢 上面两个呢 都不重要 因为一个框架 然后一个密钥交换的机制 最重要的就是 你们协商是有包的 这个包长什么样 字段是什么情况 每个字段什么作用 要几个包交换 每个包干嘛 这是重要的吧 那好 这个就是S-CAMP 他定义了信息交换的体系架构 包含两个IP设计对增体 兼分组的形式和状态的转换 定义了封装的格式 协商包交换的方式 有时候呢 他才是正紧张 就是上面两个都比较虚 什么框架呀 什么密钥 当然这个不虚啊 这个就是DH交换啊 一会我们看三四个包 好吧 但是呢 正经干活的就是具体有几个包 每个包 每个包是干嘛的 每个包的字段是什么样 每个字段是做什么的 这就是S-CAMP 对不起吧 所以说呢 基本上有时候我们说IKE 其实就是S-CAMP 我后面还有专门一个PPT的给介绍啊 就是有时候我们说IKE流量 然后有时候我们说 我们说S-CAMP流量 我们说的是一个意思 有时候呢 我们说IKE安全关联 然后呢 一会儿我又说是S-CAMP安全关联 我还是说的一个意思 比如说我有时候说IKE policy 然后一会儿我又说S-CAMP policy 我还是说的一个意思 你解释是吧 就是有时候这就是 就差不多意思 你解释是吧 但像你像S-CAMP有时候拍东西也是 以前 以前AAC叫S-CAMP policy 现在就是IKE policy 就是一个东西 好吧 好 那这又是一句话 就是说 你干嘛 由 一个混合协议 由 互联网 就是 这个S-CAMP叫做 互联网安全关联和密钥管理协议 S-CAMP 和另外两个组成 然后呢 主要 IKE是创建在S-CAMP定义的框架之上 所以说它是最重要的 S-CAMP是重要的 另外两个呢 是支持新的技术 密钥交换 对吧 那个两个技术 反正存在感 一直都不强 主要的技术 S-CAMP一定要注意 就可以了 然后呢 有两个重要的模式 一个主模式 和一个积极模式 其实我那里讲主动模式 哦 这个翻译真讨厌啊 我翻译成为主动模式 其实就我们还看英文吧 英文叫做 我我我我 这这这好像还没有留英文 Aggregacy 这个 Aggregacy mode 可以见吗 有翻译成为 我翻译成为主动 有翻译成为野蛮 有翻译成为积极 哎呀我 反正你这个 你看 所以就有时候 我不爱看中文的 我怎么听不懂 他不在说什么 你知道吗 哈哈 就是有时候 你真的不爱看中文 就是我真不看不懂 他们在说什么 好吧 反正就这个意思 你啊 就是你说英文吧 可能大家还好理解一些 Aggregacy mode AM 好吧 哎 这个名字不重要啊 好 框架咱们也说了 好 再看看这个 IKUS CAMP 这也是我在直接抄的 一本书里面的东西 啊 看一下啊 这就是直接说 我们经常会互换 IKUS CAMP 比如说说IKUS C的时候呢 我们说 S CAMP SA 我们说 IKE流量的时候呢 我们也说是 S CAMP流量 UDP500 UDP500 核东口 好吧 然后呢 我们在配IP SegVPN的时候呢 啊 主要配的是 S CAMP 当然呢 其实这两个东西 一样的 就是有时候 我们配 S CAMP Policy 啊 我们要配 IKE Policy 一个事啊 呃 你非要说 他们有什么区别的话 那就是说 因为其实还有其他的协议 那么这个协议 他决定了 密要交换的方式 你非要可以找一个 不一样 那你非要找 其实也找得出来 不一样的脸 但基本上 正常情况下 我们聊 就是说 就是一个意思 啊 说IKUSA ISCAMP 说IK流量 说ISCAMP流量 说IKPolicy 说ISCAMP Policy 反正我们想表达的是一个意思 好吧 非要 你非说他不一样 那肯定 他肯定是不一样的 但是 我们一般都不这么聊 好吧 所以这有时候就算一会儿我说的 一会儿就IKPolicy了 一会儿ISCAMPolicy 你见谅 反正就是到哪儿 我就想说啥 我就说啥了 反正这个是一个意思 好吧 好 然后呢 这是重要的 IK的两个阶段 三个模式 啊 这个一定要有找感觉 这个我觉得还是要了解一下的 虽然说 很细很细的每个包 我觉得你不一定要了解吧 但是我为了想讲 至少我今天给你给你给你白色的 你一定要明白 好吧 第一个 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IKV1 这是IK V1 不是V2 V2 咱们再说 在说V2的事 这样吧 再讲这个V1 V2的时候 我们来扯一下这个事儿吧 IKV2 现在思科吧 烤V2也不多 而且思科其实也不那么推荐你用IKV2 用IKV2 有点感受一下 配置量回答 配置量老大了 我的天 配置量是最大的 我见过啊 我觉得在安全里面能够跟IKV2 匹配配置量的 也就是Zone base firewall 但是Zone base firewall 比较死 专属配置量大 但是这个都特别简单 就这样大 就纯量大 IKV2不一样 既量大又乱敲 好我们说点其他的 是这么回事儿 IKV差不多30 应该IPSEC 就得30连 往上的连头了 就是很长时间了 就是当时呢 我们还想不想吗 就是IPSEC 是为了这个IPV6 而设计的 当时就是为了设计的 当时呢 差不多30来年前 然后呢 觉得呢 这个也没有什么多大个 什么微拼的需求啊 当时我们就想把IPV6 加一个密 协议而已 所以说当时呢 没有想 没有想那么多 所以IKV1呢 虽然说有个标准协议 但是呢 其实这个就是很简单的 一个标准协议 没有啥功能 你觉得吧 就简单的建个兰兰兰啊 没有什么问题 建一个什么 点到点的传送模式的VPN 这种也没问题 加密点IPV6呢 也没问题 但是 功能很简单 但是呢 VPN技术的爆发式增长 主要就是在 2000年之后 我个人 我个人感觉啊 我觉得 基本上我学IE的时候 已经到它的后期了 我差不多在03年04年开始学 基本上这个技术在 06年07年 就打住了 也就说 基本上我们现在学的这个微信技术 就差不多0708年就没有再变化了 0708年之前吧 好像还有新技术 这个技术 这个技术 那个技术的还出来 盖的微信啊 开始有1的微信啊 盖的微信啊 这些还不断的往外 往外有新技术 DM微信啊 这些还有新技术 到了06年 07年差不多 我觉得就这个时间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变化了 没有什么变化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这怎么回事啊 那些新技术怎么回事啊 就是IKEV 它提供的工程太少了 所以说呢 但是呢 这个时代的发展 那么又需要 需要很多的 各种各样的这种 微信的联网需求 是不断的涌现的 你记得吧 那这个时候呢 各大厂商都各显其能 然后呢 就搞出来了各种各样的 私有技术 时刻的SVTI EASY微信的 DM微信的 GET微信的 怎么办 就大家都远程不换微信啊 就是自己搞自己的一套啊 都搞自己一堆私有协议 每个厂商都这么一堆 时刻搞得最全 时刻这个真不吹牛逼 时刻这个搞得最多 搞得最全 那也就是说呢 到了06,07年的时候吧 基本上就闹听了 什么叫闹听呢 就是说 就没有什么需要的了 就是说 你说吧 你们公司有什么需求? 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云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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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基本上传统传统企业 对吧 那个时候呢 就觉得 那个时候数据中心都还不多 那就觉得 就就 你说什么需求 反正咱们都搞得定 我这个微拼技术都能给你 搞定 没问题 好吧 好 那个时候吧 差不多也就是 基本上这个微拼都闹听的时候 然后呢 大家要觉得 哇你们这么搞不行 你们一堆啊 他一堆 大家都一堆 因为这个不好 咱们搞点工友学义呗 咱们搞点工友问强的 咱们整个IKVR呗 对吧 那个时候出的IKVR 所以思科其实一直不太代见IKVR 就是因为他觉得没有必要 你解释吧 你首先配置量大 因为你要知道 只要是工友的玩意儿 他就配置量大 我其实特别讨厌这种工友的 为什么呢 你想想 私有的东西 他配置来一定会简单 他省事啊 对吧 你懂的 我们一家人 我们一家人 你懂的 对吧 那些东西 你不懂吗 懂啊 还配个啥 不用卖了 我们私有的 几句话就没了 就解决了 工友的 那破事可就多了 那你要这个兼容 那个兼容 这个破事 就多了去了 就是IKVR配置量特别大 然后呢 他功能确实也比较多 但是思科说 我们这个不需要的 你不就联合网吗 对吧 而且你IK不就协商吗 最终封装的时候 不是也是S7吗 也没有区别吗 对吧 那我们用IKVR干嘛 我们IKV不是挺好吗 是吧 我们搞 为什么要搞这么复杂的 为什么要兼容别人呢 我兼容他们干嘛 我不是挺好的吗 这全部解决了 我为什么要兼容他们 而且还非这么大劲 用起来没有我这个舒服 思科 就是 一直不爱待见IKVR 虽然说他现在也 也现在基本上都支持IKVR了 但是这种新厂商像华为 像中国这厂商 他还用IKVR 因为他们是新来的 他又要兼容别人 所以说他们IKVR玩的比较多 思科IKVR就玩的不多 好吧 考试IKVR还算比较多 好 大概是这么回事 还有一点 我也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VPN吧 你不能说VPN它没有进步 我是说 我说我们那个 我们现在讲的是 传统企业级VPN 在中国大理上 我觉得这个技术还是比较 比较 你知道中国差不多就晚了好多年 你见吗 现在这个VPN吧 在中国大理上面 用起来还可以 觉得好像这个技术还不错 电微明高科技 我操 对吧 但是我给你解释一下 差不多在我们安全的VPN停住那段时间 我就说在 在 0607年那个时候 好 那个时候呢 数据中心技术 正在 萌发 啊 那个时候 好 我觉得我紧接着我就 那段时间你知道 你应该 2010年 2010年 往后 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做数据中心 讲数据中心的课 那个时候数据中心就涌现了很多数据中心 当然二层VPN 十个OTV啊 VXLAN啊 就那些东西 就在2010年左右这个时间慢慢的萌发出来 那段时间出现了大量的基于这个数据中心的二层VPN的技术 差不多到我觉得2015年2016年左右基本上就差不多他们那个发展时间差不多就在10年 然后呢15年这个一个范槽基本上数据中心的VPN比较火 对吧 他主要是解决 这我们这个呢讲的是传统的企业级的VPN技术 那么这个呢是数据中心的VPN技术 这两年大家应该知道什么比较火吧 SD1啊 最近我讲了斯科的我也讲了VeloCloud的啊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我的课 这两年我讲啊 这个可是我讲啊 前段时间我说我不讲不讲 这个公司算我传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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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 就是我的微信一路讲过来啊 我安全也讲我随忠信也讲 然后呢我现在新的SD1也讲 现在呢就是因为我们的云技术的广泛应用 多云的场景这种这种应用 而且现在更多的对这种远程远程VPN啊 这个分支站点啊多了 然后呢在VPN管理上面也有很多问题 所以说呢这两年比较火的是SD1 是一个更高级的通过软件定义的 OK而且能够支持现在这种云计算的 多云这种环境的一个技术架构啊 应该说你可以现在把SD1说的更高级一些 就是在云时代的网络基础架构 也就是说以前我们的网络基础架构是路由器和交映机 现在我们的在云时代的这种网络基础架构 就是要把各个东西连在一起的网络基础架构啊 是SD1 反正现在比较火的就是SD1 听见吧 所以呢他们他们是在不同时代解决了不同的技术问题 以前是企业极VPN的问题啊 又是数据中心VPN的问题 然后又到了这个云时代的VPN的问题 他们其实都是VPN 只是说呢他们的时代不一样 他们解决问题也不一样 听见吧 啊OK啊 那我基本上把这个事算说明白了 好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介绍一下 我们现在还介绍拿KV1 两个阶段 两个阶段三个模式 嗯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首先是两个阶段 啊这是这是这是 而且上面第一阶段第二阶段 好 那么我先给你解释一下第一阶段是干嘛的 第一阶段特别简单 认证 没有 就是认证 就没有了 好吧就认证就完了 好吧 认证完了之后呢 就有一个结果 就是得到了什么 就是认证完了 那我们就 我认证完了之后 我们得到一个东西 就是IKESA IKESA 当然这儿我写的是SCAMP SA 一个事儿 是吧 在这边啊 IKE 得到我们 得到IKESA 那么也就是SCAMP SA 就是我们第一阶段 简单说记住啊 你记住这一点就 第一阶段是干嘛就是认证 没有了 认证完之后得到一个东西 就得到一个IKESA 有了IKESA之后 后续的IKE流量 加密码 是吧 后续的IKE流量 就加了密码 好吧 好 就算了 后续的快速模式 QM QuickMode QM 那么快速模式 第二阶段只有快速模式 第一阶段当然有主模式和主动模式 一会儿咱们再说这两个区别啊 那么 第二阶段的快速模式 三个包 它是被加密的 是被IKESA里面所定义的什么加密算法呀 完整性交易算法呀 和密钥 保护的 好 那么快速模式干嘛呢 快速模式就协商三个包 得到什么 得到了什么 得到IP-SEC-SA IP-SEC-SA干嘛呢 就对真实的感情流 就是 A号网络到B号网络 它们之间的流量 我们就保护 用IP-SEC-SA协商的内容来保护 用IP-SEC里面的加密算法 完整性交易算法 ESP 那么罪到模式和密钥 然后来保护 理解吧 OK 好 理调注意啊 IKE-SA保护IKE流量 IP-SEC-SA 不 IKE-SA保护IKE流量 那么IKE-SA是由第一阶段 认证完了之后产生的 IP-SEC-SA呢 保护客户的真实的站点到站点之间的流量 由第二阶段三个包的快速模式协商得到的 理解 不同的SA 也就是说 从这个角度上也就是说 那么我们的IKE-SA的加密算法 和IP-SEC-SA的加密算法 完全可以不一样 IKE的这个完整性交易算法和IP-SEC的完整性交易算法 也完全可以不一样 OK 好 你先有这种感觉啊 好 为什么这个图要画这么一个大框来介绍 只有一个第一阶段 然后感觉好像 哎 怎么还有很多的第二阶段呢 是 可能还有更多的 是这样的啊 就是 就是相当于怎么呢 就是说我们两台录入器 我们做认证 只有认证一次 认证完了之后呢 我们的IKE-SA就有了 但是我们两台录入器可能会加密A到B的流量 还可以加密C到D的流量 流量可能 比如说 有些流量是FTP 你可能就说 啊这个加密就普通加密一下意思一下就差不多了 对吧 然后有些流量的可能一些比较重要的网络 那么可能你就要用AES啊 下512啊 这些东西更高级的加密算法来保护它 有可能吧 那就是说呢 我们认证一遍就可以了 在已经建立了信任基础的基础之上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 再做多次 基于不同的感性拘留 做多次三个包的快速模式的第二阶段 得到多个IKE-SA来保护不同的感性拘留 对不对 就是为什么我们第一阶段就画一个框 后面第二阶段好像能画好几个框 就这个意思 两个框也是意思 可能还会更多的 第二阶段 OK 好 我们说一下第一阶段 第一阶段呢 其实呢 我觉得有两个模式 一个man mode 主模式 还有一个刚才我们讲的 aggregation mode 主动模式 或者野蛮模式 或者激激模式 这个发音那么特别讨厌 OK 现在你可以这么认为 这个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现在基本上 我们基本上是不用这个玩的 基本上第一阶段就是六个包的主模式 你记住六个包主模式 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主动模式现在基本上也见不到 这是一个后遗症 我给你解释一下 主动模式是一个后遗症 是怎么会这样呢 四个以前有一个 有一个 远程拨号的IPsec VPN的技术 以前叫ezy VPN 就是四个的 要装一个四个的软件客户端 然后呢 用ikev的IPsec VPN来拨号 拨过来 就那个技术 用逾共享 妙认证的时候 就是这个三个包的主动模式 后来呢 诗科从V4开始就砍掉了一个技术了 V5都不好啊 所以说呢 所以说现在诗科标准的VP里面 其实已经没有它了 为什么有三个包 我给你解释一下 这是一个 这个遗留问题 怎么说呢 你要知道 这个东西是差不多30年前出来的东西 上世纪90年代差不多就有了 你解释一下 比如说呢 在那个时代 那个时代的人觉得 个人电脑的计算能力特别菜 超级菜 网络设备呢 虽然说野菜 但是网络设备有些硬件加速卡 你觉得什么 他有一些卡 他感觉他就流逼一些 你解释吧 所以说呢 当时觉得个人电脑特别菜 然后呢觉得个人电脑来六个包交换吧 这不行 就是太顶不住 个人电脑太菜了 所以说呢 应该给他一个减板 就搞了一个AM的三个包的 减板的第一阶段 对吧 现在你也知道 谁更菜 对吧 手机都比 手线手机都比路去的CPU强 我感觉啊 对吧 所以现在呢 就完全没有必要这个东西了 现在这个真的用的很少 现在应该大部分都是主模式 主模式 所以其实六个包的主模式 基本上也差不多了 好吧 确实有主模式 曾经的过去 曾经会有这个东西啊 现在基本上你用的都是主模式 比如说这我们讲的都是主模式 六个包 啊 任务就是认证 然后 得到了 他们认证 并且协商得到了IKSA 后续的流量就加了命啊 好 我觉得就差不多 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 认证第一阶段得到IKSA OK 第二阶段就这个快速模式 就是协商IKSA加密实际的流量 两个SA加密不同的流量 好吧 这个我觉得就可以了啊 好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经典的 我经常说经典的九个包 是因为第一阶段六个 第二阶段三个 经典的九个包 当然了 我们先简单看一下第一阶段六个包 我们先感受一下第一阶段六个包 六个包 三次交换 UDP的 UDP500的 等等啊 这是什么流量 这是IKE流量 先说啊 先定 六个包是什么流量 你要有感觉 这六个包 这六个包什么 这六个包是 IKE的包 IKE的流量 是UDP的流量 是UDP的流量 原木端口都是500的流量 够清楚了啊 好 而且呢 它应该是在两台路由器之间 用两台路由器的IP地址来进行协商的流量 IKE的流量 这够清楚了啊 应该很清楚了 如果中间有点防火箱 你应该知道该干嘛 好 六个包 六个包 三次交换 我们先聊第一二包 一二包很简单 就是我们提出一些 我们不要 我们要开始 啊 我们这么说吧 呃 我们先不聊一二个包 我们先聊最后两个包 我们聊聊啊 第一阶段干嘛呢 第一阶段是认证 那这六个包里面谁在做认证 五六个包 才认证 先聊一下啊 就是五六个包 就做认证了 看这个 应该说的就是干正事的 你知道什么 就是第一阶段你不就是认证吗 那么认证的正事谁干呢 五六个包干 认证 不管是什么愚公想密要认证 你看他这儿画的应该就是这个数字签名和数字证书认证 不管啊 不管是签名数字认书还是愚公想密要 反正五六个包就认证 没有问题吧 要认证 好 要认证 下面有个问题 五六个包认证的信息很敏感 所以说呢 五六个包是加了密的 对五六个包是加密的 因为信息是很敏感的啊 我们要加密 好 加密 IKE流量 它要加密 IKE流量 它要加密 你明白吗 那这个时候 是不是我们就要协商加密的 加密IKE流量的那些 那些算法呢 比如说加密 我们就随便加密了 我们是不是得先聊聊 就是我们DES吧 3DES吧 AES吧 我们用MD5啊 SH要做完整形教验 去注意 肯定要有完整形教验 有加密的 我们是不是得聊聊这事吧 你不能说你用DES 我用3DES 这个在玩怎么玩呢 对吧 我们五六包要认证 认证要加密 认证要做完整形教验 是吧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我们得先聊聊吗 聊聊咱们怎么加密吗 一二个包 就是在聊这个事的 聊啥呢 就聊算法 加密 咱们怎么办 完整形教验 咱们怎么办 咱们怎么办 咱们要认证吗 咱们怎么认证啊 于共享密 还是什么数字鲜明呢 聊聊吗 一二包就聊这个事的 对吧 那么你发起方的就提一堆意见 就说我想那个我想那个我想这个 然后呢 接着方理就看你自己选 你看你觉得哪个合适 你就响应对方 你知道吧 就这么个意思 一二包就干这个活儿 三四个包 我简单聊一下 三四个包干嘛呢 三四个包在做DH交换 一会儿马上我们讲DH交换 你要加密 有算法不好使 你还需要密钥 没有问题吧 你就算法有没有 你留啥臂 你没有密钥 你给我加个密试试看 是吧 那有时候三四个包要解决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密钥 咱们得整整整整出来吧 那么 非对手密钥算法DH交换 帮你搞定密钥问题 搞定加密的密钥 完整性的密钥 好了 你齐了 一二包算法有了 三四个包密钥有了 五六个包干正事呗 在加密的环境下来做认证 认证完了之后 那好 就有了 IKESA IKESA 那当然就有这些算法呀 密钥这些之类的 那么 不仅五六个包 会加了密 后面第二阶段 也加了密 就这么简单 所以说呢 你不用讲的 你就说有些人会 会把每一个包的字段抠的特别细 对你没有必要 你解吗 最重要的你要知道 一二包干嘛 三四包干嘛 五六包干嘛 便于排错的时候 你要去看他到底 有时候啊 你用Dbug 你大概最关键的 看他错在哪个包 你解吗 你有这种感觉就行 这种感觉就是说 你要感觉他大概错在哪个包 错在哪个包 你大概就知道他们大概是哪有问题 所以基本上了解到我这个程度就差不多 你解吗 不用特别细 就就像一些 就像后面一些字段的 哎 字段的一些 不不不很重要 其实我也不给你们看字段 我也不给你把字段弄出来 因为那个完全没有必要 基本上你知道 三个三次交换 每次交换干嘛的 就可以了 好再看一下 一二包里面呢 他们协商提案 就是我提一堆意见 就一会儿没看 就是这个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堆意见 比如说 我左面就要设这个ike policy 或者叫askam policy 啊 我就设10号 20号 30号 我做了三个policy 啊 做了这些东西 然后呢 我第一个包 我就把三个提案 卡气一下 全部用第一个包就给你了 好 你要知道 接收方有逼 注意 接收方有逼 也就是说 如果说你能够debug 最好在接收方debug 你解释吧 因为接收方说了算 好 接收方这儿呢 也有三个策略 十二十三十 当然一般来说 你两边配一样的就结束了 好吧 当然我故意跟你说 左边来了三三个 右边来了三个 而且还真的不一样 那好 接收方什么套路呢 就说按我最优先的这个 我找不对 找不对 再找还不对 那第一个不行 第二个来 我找不对 再找一个还不对 哎 找哎 对了 理解顺序吗 就你按照顺序发个我杀 然后我这有杀 然后呢 我第一个 没有 第二个 来 找到了 好 找到了 行 那这个就是离业之词 我也愿意 那这个时候呢 我第二包 我就把这东西回给你 说行吧 咱们就玩这个 好不好 不是你提的意见吗 我觉得这个意见 也 这个意见也不错 那咱们就玩这个呗 第二包 我就把这个二十回给你 告诉你咱们就玩这个 理解吗 好 这是一个啊 就是说 就是proposal 看这个词 proposal 因为在IPsec里面 会提到这个proposal 这个概念啊 就是提案 然后呢和地址 地址也有关键 就说 你想跟我协商 我就跟你协商吗 我谁都接待吗 不接待 像我们有时候 我们拦出来没偏 就说我是 我指的一个peer 就是说我跟你见没偏 我跟你这个IP地址 借没偏 就是你的地址来的 你的IP地址来的 我跟你聊 你见吧 只要你不是这个IP地址来的 我根本都不跟你聊 我聊啥 我不想跟你玩 你见是吧 所以呢 既要满足IP地址的要求 你的提案呢 也得在我这个接受范围以内 咱们才聊得了 所以说你讲讲 你一个VPN 你一二个包就过不了 很正常 就一看IPVPN见不起来 你一看我一二包就过不了 一二包过不了 为什么 要么就地址错了 要么就是策略接受不了 是吧 我觉得这种感觉里有就好了 一二包啊 我给你一种感觉啊 就是第一个一二包 要么就是地址 你不在这范围 接受范围以内 还有就是你接受不了 还有一种中间不知道什么原因 你 你没有抵达目的地 这种可能性啊 就是根本就没有过 就是防火墙中间把它给截了 你记得吧 我的经验 一二包给我挂了 要么就没有通 就是都没有抵达 你记得吧 要么就是地址没有对 要么就是策略 对方接受不了 你最好在接收方debug 这经验啊 发起方有时候说不清楚什么问题 你知道吗 发起方有时候 就不行 反复再试 然后发起方说被人拒了 他也不知道为啥拒了 发起方debug 有时候看不清楚问题 你在接收方看得很清楚 接收方看没收到 没来 这个 还有一个接收方说你看 他给我拉的 你看我是这个 我就跟这拒来啊对吧 这个没匹配 说得很清楚 所以在debug 如果可能最好 再接收到debug 好吧 好 然后呢都在UDP里面呢 UDP500号端口 然后呢 星期一里面提供很多的提案 然后星期二里面呢 就选择了其中一个 给你回回来 很清楚吧 一二包啊 好 那么这就是SCOM的 SCOM的策略介绍 就是说它包含什么策略啊 就是 就有些什么样的策略啊 第一个 加密策略 加密策略 比如说我们这加密策略是 DES 是吧 写了一个DES 加密策略 它加密什么呢 加密首先你要了解 它加密 IKE流量 啊 当然你非说是ISCOM流量 我也不反对你 好吧 加密IKE流量 然后呢加密 主模式第一阶段 主模式五六和第二阶段 快速模式一二三 好 散列算法 我们刚才算的是 是MD5 MD5也是 完整性校验 那么这个五六和快速模式一二三 认证 认证决定了五六个包 我们即将我们后面要开始的五六个包 不是认证 咱们一共想密要还是数字先名 反正就是他决定的认证方式 然后DH组啊 即将要讲了啊 就是DH组决定了DH交换的 即将在三四个包发生的DH交换的强度 这个这个组号越大强度越大 好 然后呢 建议你应该把强的算法放到上面 弱的算法放到下面 给强的算法一个机会 明解 OK 基本上就这些啊 好 下面呢我们来看三四个包 三四个包呢 我们要学点小小的数学 这个数学其实也很不难啊 这个叫什么 叫做离散对数问题 那么这个呢我觉得初中就应该会做了吧 我来说一下啊 G的A字方ModeP Mode是求余数的 你小学就会 求余数Mode就是求余数P 然后得到一个A 会吧 初中我说初中会 你觉得没问题啊 你觉得初中你就会了 但是呢你并不知道 这是一个难题 这是一个什么难题呢 就是在这个 这个G是一个贼老大贼老大的一个数数的情况下 在这样贼老大贼老大的一个数数的情况下 又来了就是2048位啊 就那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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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别的大数数啊 那么在这种这么大的情况下 你产生一个小A 小A你可以认为自己的私钥 小A自己的私钥 G就是一个贼老大贼老大的这么一个玩意儿啊 然后呢 然后呢 产生一个小A 然后呢G的A次方 然后通过一个P P也是一个随机产生的啊 也是一个随机产生的数 这随机产生 这随机产生 这个也随机产生 这个也随机产生 只是这个贼老大 你解吗 好 这么一算计算机 拿这个算这个瞬间 就给你把A交出来了 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 这叫什么叫离算对数问题呢 也是单向函数问题 也就是说呢 从小A得大A很容易 大A得小A得不了 数学家说的 就是我说的 好吧 就是数学家说这个字不算不了 因为大数数因此分解是一个问题 就是 算过去容易 算回来就算不了 就是 你得到小A得大A很容易 啪 而过来啊 然后你得大A 你知道大A 你也知道G 你也知道P 你也知道大A 大A 你认为大A是公要就好 OK 然后呢 你去得小A算不了 数学家说的 不是我说的啊 这叫数学 这叫离算对数难停 好了 精彩了 这个很高级 这个比RSA高级 所以说ICSEC用DH不用RSA 看一下啊 我随机发起方 第三个包 这是第三个包 这是第四个包 明文 清楚是明文 这全是明文的好吧 我随机产生G 我随机产生P 我随机产生我的CLA 我得到我的公要台 然后我第三个包 我明文 给你G 给你P 给你大A 然后接触方收到之后呢 它产生它的CLA小B 同样的 也通过这个 G有了吧 P也有了吧 随机产生一个小B嘛 我到那个大B吧 然后我把大B扔给你 理解 好 留B的东西来了啊 你会发现 大A的小B之方 比如接触方算 你会有个小B 接触方有小B 接触方有大A 是吧 大A的小B之方模特P 等于大B的小A之方模特P 也就是说 发起方算这个 发起方算这个玩儿 我怎么点不出来 发起方算这个 接收方算这个 没问题吧 能算吧 对吧 我有小A吗 我能算吗 我有小B吧 我能算吗 神不神奇 他是一样的 哈哈哈哈 理解啊 这个方法就是他们一样的 牛逼了 你想想一个问题 黑客是个干瞪眼 你知道吗 看着你们在明明白白的 看着你们明文的交换的明明白白的 这个四个东西 但是呢 哎 我们两个就得到一个东西 你不知道 理解 因为黑客得不到任何一个 私有信心 他得不到小A 他也得不到小B 是吧 要得到这个中间的信息 一定要知道任何一方的私有信心 这叫DH 这牛逼 我跟你讲 这DH这个 MTSEC用DH 他比RSA高级 为啥 RSA还记得吗 RSA是加密密钥实现密钥交换 这有问题 因为密钥是由一方来管产生 然后呢 接受方就纯接受 管不着 就存在一个问题 当年我们 当年那个王景游览器 在IU游览器之间 还有一个王景游览器 那当时就有个严重的bug 就说 你看啊 你这个密钥是一方产生 然后交换对方 你的密钥产生器 万一出问题咋办 王景当年的密钥产生器 就不随机 被黑客人猜得出来的密钥 那不就歇了吗 你 对吧 这个高级 这个你想想啊 这个密钥 最终的密钥 哪边说了都不算 是吧 就算你的小A有问题 我小B没问题就行 理解 我们协商出来一个算法 除非两边都有问题 这可能不太容易 好吧 你说了也不算 我说了也不算 咱们共同随机产生了一个 我们是共同随机产生了一个结果 另外是吧 高级 DH交换 三四个包 你就干瞪眼看这两个明文交换的包 你就没得 我们就 哎我们有了 黑客人看着 我们有了 我们已经有了 但是你就不知道 这就叫DH交换 很清楚啊 高科技啊 这个DH 这俩哥们都记得 好吧 叫DH就是这两个人的名字 就是 所以说RSA也不要问我是什么意思 没有意思 DH也没有意思 就是人民 好吧 老外就就喜欢 我觉得 我说就是自己给自己 算法自己给起自己的名字 中国人不会 中国人你看 李世民姓李 他叫秦王 哈哈哈 是吧 这都不好说自己是李王 是吧 中国人都很低调 哈哈哈 然后呢 我们好 这个三四包可以理解 就做了个DH交换 他搞定啥呢 因为一二包里面搞定 算法没有用 你得有密钥 你加密也得有密钥 你的你的你的闪力有密钥 那DH咱们给整个密钥呗 这是那个所有密钥的根 挺对啊 就是不是说直接就用他 然后呢其实还要通过一系列的数学上的衍生算法 给给产生真正的加密用的密钥和完整性教验的密钥 你看啊 他会通过一系列的算法 产生还可以加密的密钥 然后呢 还可以完整性教验的密钥 然后还要留一个密钥为后面 IPsec不是还要密钥吗 就说先有那个根 然后呢衍生出来IKE的加密 IKE的完整性教验 还在留一个 为IPsec后面 IPsec后面不是也得 也得再整一个 一个加密一个完整性教验吗 对吧 就说呢 所有的这一切的根 其实都是源自于刚才那个东西 然后衍生出来三个 然后由他又继续衍生IPsec的 对吧 至于算法 你不用太关心 你其实不太需要去关心他们的算法 你看这有GAP在里面吧 GAP就这个 他们这一算就是G的AD次方 看到没有 所以呢 你不用了解很细的东西 反正就是说 这个算搞出来之后 又一系列的数学上的算法 能够衍生出来 你了解IKE是既要有加密的密钥 也有完整性教验的密钥 然后再留一个IPsec的密钥 便于它再次往后面去 去发展出来 它的加密的和完整性的密钥 然后呢 一个小时再换一次 一个小时再换一次的密钥 全部都是源自于这次DX交换 OK 好 那么五六包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五六包就干活吧 是吧 我们就认证了 一二包给我们铺链了 算法 三十包给我们铺链了这个 这个密钥 那咱们就被保护呗 信息被保护 我们加密 是吧 然后呢 我们 我们来理解这个数学算法很复杂 你不用关心这个数学算法 简单的 简单的意思就是说 他们五六包在安全的基础之上 然后呢 交换了他们的身份信息 然后实现了认证 你理解这个东西就行了 也就是说 一会儿你看到 你了解这东西有什么用 你只要未来看到五六个包 他们聊不过去 经常会聊不过去 就说我得发一个包 回一个包 发一个包又回一个包 他老在这个五六包在那儿打转 有些debug会告诉你做真正失败 有些debug不可不可以告诉你 就会告诉你这五六包在那儿打转 只要看到五六包打转 你大概就懂了 就是密钥的问题 你懂这个意思就行 你不用这下面算法 不无聊 我给你看看就行 我也不看 你让我解释我也解释不了 好吧 这个不重要 但是你要知道未来五六包打转 就是在认证就错了 好吧 好了 第一阶段就结束了 第一阶段我们再要 第一阶段其实就是认证 是吧 但是一二包呢 在铺垫算法 三四个包呢 在铺垫密钥 五六包呢 在干正经的 然后就实现了一个认证 认证完了之后 得到一个东西 记住得到了一个东西 得到了一个IKE的SA 好 而且呢 后面我们看 IKSA是双向 就是一个IKSA 两个方向IK有量都用它加密 后面的IPSEC不是一样的 后面的IPSEC是单向 一个出方向一个 一个入方向一个 咱们也有点感受一下 好吧 好了 紧接着我们开始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加密 第二阶段 一个模式叫快速模式 第二阶段三个包 第二阶段 协商IPSEC SA 用IPSEC SA加密实际的感情医疗 没了 就这么简单 很简单 其实就是 其实主要就两个包 最后一个包其实只是个确认 最后一个包其实只是个确认 协商啥嘛 协商IPSEC 呗 有什么 你看啊 又又来了哈希 又来了什么加密 等等等等的 OK 我们就协商这个感兴趣 留加密算法 等等等等的 协商完了之后 OK 那你发一堆过来 然后呢我从一堆 一堆里面挑一个回去 然后呢 你说行 哈哈 就完了 就三个包 这么简单 好我们看看具体的 我这儿有个图 有个图 看一下啊 这是发起方 一堆发过来 你看大概有些什么 直接感兴趣留 我们第二阶段是根据感兴趣留 协商 IPSEC 看这个图 是基于感兴趣留 没有感兴趣留 咱们不聊 你记得是吗 就是我们基于感兴趣留 聊这个事的 就是基于感兴趣留 咱们聊这个 这个 聊一个IPSEC 出来 是吧 所以说最重要是感兴趣留 大家看啊 就是我A到B 那你就是B到A 正好是反着当 是吧 然后呢 我们加密算法 我们完整形教验算法 我们封装协议 我们的隧道模式 然后呢 还有有效期 默认有效期 你不用做反正就是一天 就是一个小时 啊 那个第一阶段是一天 这个是一个小时 又来了 我一堆给你 然后呢 你接受方法之后 那当然一般情况在随便 一般情况你没有不要敲一堆 一般就敲一个 那边 你反正两边是一样的就可以 一般我们做实验你说 你敲这么一堆干嘛呢 你无无聊 反正两边 你们是有一个对上的 就好了吗 是吧 当然 你可以敲一堆 那边也可以敲一堆 然后呢 你把这一堆 能给接受方 接受方流逼 接受方选 这个不行 这个没对上 这个还没对上 好那我就不要用他了 然后二次出场 然后我一早 哎 哎 对上眼了啊 这两个对上眼的 这两个是一样的 好 那么好 我就把这个 在第二个包回给你说 咱们就用这个 对吧 你看你提的要求 那我觉得这个也行 啊 我们这样就聊聊对眼了 咱们我们就 ok 就协商了 这个SA 然后呢 最后包没有什么 最后包只是一个确认而已 并不重要 好 IKE 第二阶段 你就协商SA和密钥啊 用于保护用户的数据啊 阶段二呢 出现的比较频繁啊 但是IKE第一阶段的信息呢 每天发生一次 就是说第二阶段是比较频繁的 一个小时就重新再来一遍 然后产生新一个小时的这些啊 新一个小时的密钥啊 啊 莫得一个小时 但是第一阶段呢 就不频繁 第一阶段就是一天一次 因为第一阶段的有效期是一天 第二阶段 IKE SEC的有效期是一个小时啊 啊 其实就是两个包 所以我只是一个确认而已 好 IKE SEC的策略介绍 首先呢 嗯 协商的关键 是 流量 具体的流量 就是最关键的是感性与流 啊 那么 所以感性与流是刚要 就是首先你先咱们先聊感性与流 好吧 感性与流先对了 咱们再说其他的 好 然后呢 先说加密算法啊 我们闪念算法啊 然后呢 这保护真实的这两台路由器之间的 深厚的这个A号网络到B号网络 这真是真实的客户网络到网络之间的真实的PIN啊 TELT啊就那些流量 对吧 那这个加密的算法和完整性教育的算法 跟开始我们讲的那个 呃 IKE的是完全可以不一样的 OK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才有真正的ESP的封装 再想想 IKE 加密的IKE流量 是UDP500 这个 加密的流量 呃 呃 应该这么说啊 就是 嗯 IKE就是UDP500 OK 它的流量有UDP500 然后呢 呃 第一阶段前四个包是明文的 啊 第一阶段五六和快速模式一二三 它们是密文的 你知道吧 它们就是UDP500 虽然说有些是明文的 有些是密文的 但它就是UDP500 理解 这个啊 它开始没有加密之前 是网络A到网络B的TELT 或者HTTP的流量 它加了密之后呢 还记得吧 就是隧道模式 还记得吧 整个ESP头部 然后再外面再搞个新的头部 就拉完 啊 加密之后就变成了 那么 这两个加密点之间的 ESP的 写一号数50的流量 你知道吧 加密之前是A到B的 HTTP啊 TELT啊 什么流量呗 加密了之后呢 就变成了这两个加密点之间的 ESP的 写一号为50的 你要放过 请用permit ESP啥到啥 应该permit ESP 左边那个加密点到右边这个加密点的流量 理解 两种协议 UDB500 和 ESP OK 当然了 这个IKE的UDB500也是这两个点之间的 ESP也是这两个点之间的 理解吧 都是这两个点之间的 就是IKE也是这两个点之间的 ESP也是这两个点之间的 理解啊 当然了 你如果记不住也无所谓 反正我们 我们明天 就要讲什么 网络穿越 那这个时候中间 中间给卡个防火墙 你就知道他该放啥了 好吧 整个防火墙在中间 让你感受一下你该放啥 好吧 你如果今天你听不明白 你无所谓 明天再说啊 隧道模式 然后封装协议 然后呢 有效期是一天 一小时 这是一小时 OK 好 再聊一个 这个还挺重要的啊 这个真的还挺重要的 叫做完美向前保密 这是啥意思呢 我来解释一下啊 司科默认没有激活 那么什么意思呢 就说 还记得每个小时要换密钥吗 而且就是最开始 我们的密钥 是这个DH产生的吧 然后产生了IKE的 IPSEC的 IPSEC再衍生它的密钥 是吧 那有时候所有的密钥 都是这个根 然后呢 虽然说会换 虽然说会换 虽然说也会换 但是呢 它只是通过一种数学算法 一种推导 来产生了一个 不一样的新密钥 你知道吗 就是说它是不一样 它确实不一样 但是呢 它始终是由这个根 来通过一些数学算法 来产生的不一样的密钥 但是不管怎么定 它们都是这一个根 也就是说 如果说任何一个密钥 其实被破的话 它可以通过这个算法来 导回其他的密钥 都能导回去 所以说呢 这就不叫做PFS的 这就不叫做完美向前保密 那么怎么能够实现完美向前保密呢 好 你要激活这个技术 激活这个技术之后呢 每一个小时一次全新DH 你明白 就是每一个小时做全新DH 然后产生全新一个小时的一样 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是这样的啊 我做了这么久的这个VTN是这样的啊 国外的厂商之间是比较统一的啊 国外的厂商之间基本上这样的 就是说都说好的 RK就是一天RK这个就是一个小时 然后呢PFS呢一般都不激活啊 就说这是套路 就是国外厂商基本上都是套路 就是大家都一样的啊 基本上你就不用想这些东西啊 反正就是这 你只要把算法 DES啊这个AES这些设置好 基本上就能过 也不排除一些中国厂商 中国厂商我见过啊 中国厂商还有一些奇葩的国外厂商 他就不按照正常套路出牌 他有些就是真的就直接把PFS给起了的 PFS一边起一边不起的 绝对协商不了 你相信我一定协商不了 第二阶段一定不过 还有一些神奇的像我我见过 我上次见过一个中国厂商 第一阶段没有给一天 第一阶段他居然他妈给了一个小时 我也排了他好久 第一阶段就第一阶段这一天 就从来没有见过 有人把第一阶段时间也改过 他的默认值就是一个小时 我特别奇怪 就是正常我们排除都认为 一二包过不了 就是因为肯定是什么算法过不了 什么IP地址过不了 那我一看算法也没有问题 因为你知道他有些 他要到高级 他要点那个图形化界面 他要点那个正常那个算法也一样 他那个时间吧 他要点高级进到高级里面去 才看得到他那个时间就不一样 我坑死了那天 就是我时刻把人这边就这么做 我看这个算法那边你压我 我一般检查就是加密算法 完成一样的算法 点下去认证方式 然后地址 我看都没有问题 就只痛不了 我说这个玩意 睡不着 我说不应该 应该可以 然后后来查了很久 他其实不会告诉你点错了 你觉得什么 又是过不了 反正一二八就是过不了 就一直点打圈 然后我就点了一个高级选项 我点一下我看 我操时间不一样 我怎么气死人 这个PFS有可能也是 往往有些厂商 都可以点到高级部分 你怎么特别讨厌 就是你要点到高级 你看我操他激活PFS 这边他们没激活 就丢不上 这很讨厌 就是有些时间在高级部分 PFS在高级部分 你不进去看 你看不清楚它是什么东西 特别讨厌 所以PFS一定要有根弦 一定要有根弦 这个破案 所以说激活是好的 反正斯科莫没有激活 然后有些厂商反而不一定 有些激活了 有些不激活了 反而我给你确定 一边不激活 一边激活就一定死 就别想通 你要么都来 要么都不来 好吧 这事很严重 这事很严重 还有时间 你想想 一般不是什么大事 但是有这 出事 你没有这个概念的话 你就会死很惨 好吧 第二阶段 就是协商IP这个策略 建立IPCSA 是单向的跟协议相关 什么意思啊 单向就是说一出一进 至少有两个 跟协议相关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没有什么太多必要啊 就说 ESP两个 好 我不是说了吗 是可以用更加奇葩的做法 既用ESP 又用AH 我给你解答 如果是双头部的话啊 AH在外面 因为AH要管H头部 刘B 然后呢 ESP在里面 ESP管里面的加密 理解吧 如果说 你用这种奇葩的方案 协议相关 ESP 两个 AH 两个 四个 啊 理解吧 就是跟单向跟协议相关 但是你协议相关 你 反正一般我们都是 就是ESP 啊 但是如果说你整两个 你会翻四个SI 就这意思 好吧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这个 IKV1的理论 啊 我们这样吧 我们现在就过了八点 我们先蹲蹲吧 好吧 歇一会儿我们回来 我们开始敲沛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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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